嗨 大家好 很高興何博士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是 所謂的在日本你如何在日本網路上購買到便宜的東西 不管電器也好 藥品也好 藥裝這些 如何你在住飯店的時候讓你能夠收到這個東西 所以今天就跟各位分享 何博士去了日本都是怎麼樣買東西的 當然如果你住在日本那當然沒有問題 像我們一般觀光客一定要住在飯店 我們要怎樣拿到我們買的東西 那我們來以Big Camera為例子 這個Big Camera 各位要注意一下 這個Big不是G 它是K 當初是說他們老闆去巴黎島的時候聽當地的小孩子在玩 這個小孩子就講Big 他聽起來是Big 所以他寫成BIC 那實際上很多人都說他應該是Big 他聽錯也有可能 可是他的意思是說 這個Big是英文裡面的方言 巴黎島那邊的方言 意思就是不是外面很大而已 而是內在也非常的巨大 所以他回去他們老闆就把它取成Big Camera 那當然這一剛開始也一定是在賣照相機 因為那個年代他創業那個年代他本來在群馬線那邊創業的 那個年代照相機很好賺 大家都要買照相機 大家都要買底片 對不對 所以那個年代大家都一定會買照相機 那個年代他們就叫做Big Camera 然後我記得我剛去日本念碩士的時候 我就跟我朋友說 我在Big Camera買電視 結果我那個朋友他是住在岡山 他就聽了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在Big Camera買電視呢 因為聽起來就是 這個照相機做賣電視 為什麼在那邊買電視 那個時候我才非常驚訝 說原來那個時候的Big Camera 並不是全日本都有 並沒有 是後來他才拓展到全日本 所以這個Big Camera他們的所謂的slogan 就是什麼 站前 他一定在車站前面 然後大型電 然後什麼都有 所以呢 他們的電都是設在車站裡面 或者在離車站很近的地方 這是他們的一個宗旨 好 所以呢 這個Big Camera 另外還有一家叫做Yotobashi Camera Yotobashi Camera 然後還有呢 可以叫做Yamada電機 三田電機 所以這三家通常都是我們比較會去的 那我們以Big Camera來做一個例句 那我記得我那時候在東京 在東京學藝大學當研究生的時候 後來我正式研究所 考上明門教育大學 在四國 我還記得我寫信去給Big Camera 說你們到底有沒有要來關西 要來關西這邊開展店呢 我還記得那個Yotobashi Camera 還跟我回信說 有他們也要來 可是呢 現在不能跟我說什麼時候要來 所以這些事情一直深深的 烙印在我南華語 說 當初Yotobashi Camera 真的來跟我說 他們有要來展店 那沒多久 後來他就到了這個 關西去展店 然後在關西 我們都知道 東京有一個叫秋葉原 對不對 叫做Akihabara 秋葉原 關西呢 大阪那個地方有一個叫日本橋 日本橋 日本橋就是所謂的 大阪的Akihabara 結果呢 Yotobashi Camera 去日本橋那邊展店之後 就害那些電器行的人 大家都叫苦連天 生意下滑很多 因為呢 有一家非常大的店 就把它開下去 所以Yotobashi Camera 就開在日本橋那邊 那個時候他先開 所以那個時候 那邊的日本橋那些人 真的都哀鴻遍野 大家都 這個 產不忍睹 業績產不忍睹 差很多 那我們以這個為例句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你要買Dyson的吸塵器的話 比如說呢 我們要買這一台 買這一台 買這一台 這個何博士當初就是買這一台 就是這一台 這個SV12FFCOM 這個 這是呢 Froofy Plus OK 那我們看一下 他總共要多少錢呢 他目前他開的價錢 網路上他開的是 59,790 這是不含稅喔 那含稅就要64,573 加8%的稅嘛 那因為我們是外國人的話 我們是免稅 所以我們這個可以去掉 那因為他們會有10%的 所謂的還元 point 他的點數會還你10% 所以呢 如果你去買東西64,573 他就會在你的這個 會員卡裡面儲存 6457 這個點數呢 馬上可以用 所以如果你常常在日本買東西呢 你就可以去辦他的會員卡 會員卡很簡單辦 你去跟櫃台說 我要這個 這個 C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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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拿給你 那你就要簡單的申請 簡單的寫一下就可以拿給你了 好 那這個點數就馬上可以當成現金來用 但是呢 我不曉得說 如果你給他免稅 他是不是還要給你這個點數 我不曉得 我記得是不行 要看店鋪 可能有的店可以 可是我記得是不行 因為你免稅了 他就不給你 不給你點數了 那當然 不管怎麼樣 就算 好了 我們這樣算了吧 他免稅之後 他還給你10%的回饋好了 好 他這樣子呢 你還要5萬3 所以這一台你怎麼算呢 你都還要5萬3的日幣 就算他免稅還給你點數 你都還要5萬3的日幣 好 好 那河博士呢 都在哪裡買呢 河博士都在這邊買 都在這邊買 好 這個網站呢 叫做Kakaku Kakaku 這個Kakaku呢 其實就是我們的 價格網的意思 比價網 叫Kakaku 好 那你在Kakaku這個地方 你只要輸入我們剛剛那個型號 SV12FF 好 我已經先輸入 我先找好了 SV12FF 好 那我看一下 他有Froofy Plus 他有Froofy Plus 這台有Froofy Plus 應該就是這台 那我把它按下去 我把它按下去 好 他開出來的價錢呢 最便宜的是43,000 我們剛剛有看到對不對 43,000 那我們來看一下 喔 這有43,592 43,592 我把它放大一下 好 然後43,592 然後這一架是PCBOMBA 喔 PCBOMBA 超好的 那順便跟各位分享一下 在這個 右上角這裡有一個 叫做Dark Reader 這個我下載的是Google的 這個Chrome的外掛 你把它關掉的話 網頁就變成白色了 那你就知道 你如果用電腦都用白色 你的眼睛其實很吃膩 很辛苦 那所以我都把它弄成黑色 就整個把它弄黑掉 這樣讀起來非常非常的舒服 所以我們就用黑色來跟各位解說 那這個PCBOMBA 各位 PCBOMBA是我一家我非常喜歡的店 我很多很多東西都在這邊購買 它已經在 價格裡面19年了 對不對 19年了 夠了吧 19年應該不用擔心 所以呢 它會員有100萬人 而且它有說 當天15點之前訂貨的話 當天就可以出貨 喔 那如果你是日本的卡的話 還可以分割 還可以怎麼樣 分割 還可以這個 所謂的分期付款 那我們看這邊 這裡有 這裡有這個 這個 這個Credit Card 它沒有 對不對 Credit Card 就是信用卡 可是它沒有 它不行 這個Dai Biki就是獲到付款 幾乎都可以獲到付款 對不對 Furikomi就是轉帳 銀行轉帳 Combini就是去便利商店繳錢 然後取貨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其他家 你看喔 有的Credit Card 它都不吃 Credit Card 它都沒有顯示 Credit Card 也不行 所以幾乎都是Dai Biki 對不對 都嘛是Dai Biki 因為限一手交錢 一手交貨 最沒有問題 反而Credit Card 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很少顯示出Credit Card Credit Card 沒有 哇 真的喔 都是 這裡有 這裡有 這個家很特別 這些家還可以用信用卡 但是不能用貨刀付款 對不對 很少這種加速 不管怎麼樣 那我們因為 如果你用信用卡的話 這個 如果 你知道嗎 日本很多店 台灣的卡 外國的卡 它是不吃 它只吃日本的卡 那如果你要一定要 讓它吃外國的卡 Amazon是 最會吃 Amazon幾乎都可以吃外國的卡 好 不管我們以這個Dai Biki Dai Biki比較便宜 因為Dai Biki幾乎都是 大部分店家都用Dai Biki 就是所謂的 扣到付款 大Biki 好 那我們就來PC FOMBA 我超喜歡這家 我都在這邊買 好 那我們按進去喔 好 這個其實我已經剛剛有按了 好 所以呢 這個PC FOMBA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他要你 我們來 來在PC FOMBA購買 我們來把它放大一點 PC FOMBA購買 好 PC FOMBAですね OK 43591 43591 好 本週四果 全部呢 這個郵寄費都無料 對對對 剛剛呢 我們再回去一下 回去一下 這個最前面這邊呢 會寫 這裡會寫 喔 送料 是不是無料 無料 無料 那無料卡啦 意思就是有條件有料 有的會有料 無料無料 所以這個有一個勾勾就表示 有可能無料 有可能要錢 好 然後呢 這裡呢 Zaiko 它說明是 這個圈圈是表示有 而且呢 它還有那個電頭 你還可以去它店家直接跟它拿 好 所以呢 這個圈圈表示說他們 這個庫存還不錯 還可以 好 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呢 就回到我們剛剛 這個PC FOMBA 我們回到PC FOMBA這邊來 好 那PC FOMBA呢 在這裡 你要跟它購買這一台 你剛剛點了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點了 那你就要 好 你要不要 加入五年延長保固 啊 我之前都有加入 後來我都後悔 好像沒用過 好 所以我們就不加入 不加入 不加入 喔 這裡有一個 你要不要好好的幫你報 好 那 看你要不要 好 如果你覺得拿回台灣 有點擔心 那你要把它包好一點 你就加一個五百塊日幣 也不貴吧 一百多塊日幣 一百多塊台幣 五百塊日幣 它會幫你包得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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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看你要不要選 那 如果這樣我可能會選 我可能會選 因為五百塊日幣也不貴 在 Greeting Card 哇 竟然還可以選賀卡 你是要送的嗎 比如說呢 生日啊 對不對 結婚出生產啊 或是感謝啊 或是你要手寫啊 可是手寫 這個都要錢 每個都要錢 每個都要錢 好那我們就選 不用啦 好 我們要買給自己 我們不用什麼賀卡 不用 好 再來 那它還有Mobile 痴心契約 什麼意思呢 就是呢 手機啊 你要不要這個網路啊 對不對 還可以申請網路 他們跟這個 WiMAX這些公司有 有做合作 那你可以這個 申請一些網路 之前都還跟ADS有合作 那不用啦 我們不用 UQ 我們不用 我們不用 好 那它說這邊 原來它剛剛寫的是 有可以這些卡 可是我剛剛看它 為什麼沒有顯示呢 可以顯示 可以嗎 沒關係 我們看一下 好 那我們呢 就按了決定之後呢 我們當然要同意 對不對 所以呢 請你同意以下的這個內容 我們當然要同意 我剛剛按了你 有看到啊 我再回去一下 好 所以呢 我就是這樣子 我就選了一下以後 我再選一次好了 它好像跑掉了 我要再選一次 好 所以呢 欸 不加啦 對不對 500塊 沒有賀卡 然後呢 不什麼什麼 網路不用 好 按一下這個買東西 買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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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相關規定什麼 那同意 好 這個左邊是同意喔 這個是同意喔 是不同意喔 是不同意喔 是不同意 我剛剛沒有按到嗎 再按 欸 有需要點什麼嗎 好 好 那我按了同意之後呢 就跳到這個畫面來了 跳到這個畫面來 好 那就是喔 這一台呢 是四萬三千五百八十九 對 那呢 這個捆包呢 要加五百塊 對 沒有錯喔 那我們就繼續 喔 這個看你要 這個左邊是繼續要買東西 然後右邊呢 是呢 你要購入 就是直接要去結帳 結帳 好 我們去結帳 好 那這裡有 第一次使用 然後呢 這個是呢 你已經有ID 像何博士就有ID 或者你可以選第三個 反正你很久才一次對不對 你也不一定可能 你可能下次也不會在這邊買 不一定 你就用這個guest購入 這個顧客購入 我不參加會員 但是呢 我就直接 我用guest購買 這樣就好了 所以我不 我不輸入那些 對不對 我就是呢 直接購買 好 然後呢 他就要你輸入你的姓名 好 那姓名的話 如果你可以呢 打漢字的話 那當然就打漢字 日文啦 合幣 好 比如說 那這裡有第二個 他要你打片假名 這裡要打片假名 喔 卡 一支 喔 合幣卡一支 對不對 那電話辦狗很簡單 你說啊 老師我沒有電話辦狗啊 沒關係 你住哪個飯店 好 比如說我們住這邊好了 我們住東橫義嘛 對不對 我們就輸入飯店啊 0351551045 好 那我就輸入 03515 剛剛是在這裡嗎 好 在這邊 03515151045 OK啊 1045 哎呦 我一直輸入6 好 然後呢 我們這個email.js OK 就輸入我的 OK 嚇死人了 好 再來呢 這個因為呢 因為下午有輸入過一次 好 這裡呢 有一個它的這個郵地區要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輸入郵地區要 好 輸入之後呢 你輸入郵地區要之後呢 你按一下 住所檢索 按下去之後 好 它呢就會幫你變出 你知道郵地區要輸入進去之後呢 它就會自動幫你 這個變出其他的地址 所以呢 歌舞伎丁對不對 歌舞伎丁 那怎麼辦呢 好 這裡我們飯店在哪裡啊 2-20-15 對不對 再繼續輸入 2-20-15 2-20-15 好 再要注意喔 這裡要很注意喔 很多人在這裡輸入飯店 PC夢吧 我不知道 可是你知道嗎 有的商家不寄飯店 飯店的他不收 所以呢 這裡 我建議你不要輸入飯店 那時候我記得 我一次輸入飯店喔 對方 還特意打電話來給我 那時候我還日本手機還沒有解約 還特意打電話來跟我說 很抱歉喔 飯店的我們不能做 我們不能接受 所以呢 要取消這一筆交易 真的就不好取消了呢 就不寄來給我 獲到付款都不寄來給我 刷卡也都不行 反正只要飯店的住址他們都不收 所以我建議你這邊就不要寫飯店 不要寫飯店喔 那怎麼辦呢 如果你知道你的號碼 你的房號對不對 那就比如說你隨便輸一個 11254 這樣就好 你管他 只要你知道房間號碼對不對 好 那這樣就可以購入囉 這樣就可以購入 那你要用哪一個 你要用哪一個 第一個是轉帳 第二個是呢 貨到付款 這個他還推薦貨到付款對不對 所以這裡不能刷卡 好 那我們就貨到付款 好 那這邊還有一個可以選 就是呢 你如果需要裝什麼網路啊 你需要 你需要呢 我們來跟你服務的 你可以呢 按你可以點這邊 你可以點這邊 所以我們會有人來跟你服務 提供你最好的方案 不用啊 我不用 我們只買個東西就要走了 我們就選 申請 不申請 好 這樣子就可以了 所以代金引開 代金引開 代金引開 所以就可以獲到付款 好那次 好接下來 好那再來 就是到這個畫面來囉 好這畫面 對不對 好再來 它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輸入的那些資料 剛剛輸入的那些資料 這些 這些就這樣子 就在這裡面了 時間指定 我們剛剛沒有指定到嗎 奇怪 我剛剛怎麼沒有看到 我還可以回去嗎 我看一下 這裡可以回去 還回 我看這裡 這裡是不是可以選 好 我這裡要指定 早上 對不對 有時候我們還可以甚至 隔天晚一點出門 就等他東西來 也可以啊 對不對 我們不一定每天都出門 那麼早出門嘛 那我們就可以指定說 我上午 上午就等他來 好 這樣子 好 然後OK 那其他都一樣 那我們就繼續 OK 所以呢 午前 午前中指定 OK 那就是這樣 就這樣 然後領收書什麼 這個都可以不用管 好 然後 到這邊 你按下去 5注文就真的按下去了 他就真的定了 他就真的會發 一封Email來給你 發一封Email來給你 他就真的定了 你按下去他就真的定了 好 那我不敢按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下午按了一次 嚇死我了 我讓你看一下 好 我發了之後呢 我按了 五注文 註文之後呢 他就真的發了一封 這個 五注文 受付いたしました 就馬上要寄來了 嚇死我了 因為他說呢 下午三點之前呢 就當天就出貨 那我那時候定了說 應該已經超過三點 是 是不會當天出貨啦 所以我就很緊張 我趕快寫了一封信 去給他們說 我這件要取消 然後 我們看一下他 好 好 所以他收到我說我要取消的信 之後呢 他又發了一封 Cancel 又發了一封來給我說 這個取消了 好 還好 不然就糟糕了 他就寄來給我就不好意思了 所以呢 這個就是呢 這個 在這個網路上購買便宜的電器 的方法 但是有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呢 你到飯店你怎麼辦 你回到飯店有一個很重要的一點 你要跟飯店的櫃台說 你有東西要來啊 對不對 好了各位 來這句呢 你可以把它拍起來 或是把它抄下來 如果你不會講 沒關係 你拍給他看就好 如果剛好你的櫃台 飯店櫃台不會講中文的話 你就跟他講 台引きの荷物が届きますが 我有呢 這個貨到付款的東西要來 荷物 荷物を預かっていただけませんか 可以麻煩您先幫我收一下我的行李嗎 可以嗎 可以麻煩您先幫我收一下我的行李嗎 代金は先にお渡ししますし 這個呢 錢呢 費用呢 我會先交給你 而且怎麼樣呢 お釣りはいりません 而且呢 不需要找錢 不需要找錢 我給你的錢會剛剛好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之前的何博士去住TOYO會運的時候 我就跟他說 代引きの荷物 我才剛講代引き而已 他就說 ダメです 不行 可是後來我才跟他講說 因為我都把錢準備好 因為他會發Email來給你 對不對 他會發Email給你 他就會跟你講說 我會跟你收多少錢 他會全部金額跟你講 所以你要準備信封 然後把錢裝好 然後全部都放在那邊 而且都不用找錢 這種情況之下 那他才願意喔 他才願意說 好啦 那既然不用找錢 那就可以了 沒關係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如果你選早上到達 你知道他隔天早上會送來 對不對 你就在飯店等他就好啦 對不對 反正你這樣省了一萬塊日幣 你如果買多一點 你省兩三萬 就叫他同時 對不對 就是你買了很多東西 叫他同一天送來 何得來呀 你就在那邊等一下 對不對 你那天就不要那麼早出門 就可以了嘛 所以這個就是 如何在日本買東西的方法 而且你住飯店真的要很小心 不要寫飯店 不要寫出Hotel這三個字 不然他很容易 他就拒絕跟你出貨 OK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 如何在日本購買這個東西的方法 那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個網路上 這個價格 他不只是 他不只是 這個所謂的電器 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在這邊 問看看 可以找看看 喔 這是 這是 你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在這邊找 比如說這邊好了 那 很多人會去日本 買這個藥裝 對不對 Ari-Namin-plus 這個 反正關鍵字 他就自動跳出來 對不對 好 那就可以看到這個 你可以看到這個 比如說這個 這個 這就是最便宜的5,715的樣子 我們看一下下面 5,715 還有送料,但是我不想到底說 實際上在外面賣多少錢 只是說如果你有大量的話 那你可以找一下KAKAKU是不是真的有比較便宜 你說不定可以在上面買 又不用自己抬 你去外面買還要找 你還要抬回來 我去日本買東西 我都不會去找 我都直接網路買 然後在飯店收就好了 像何博士之前去買東西還怎麼樣 請他送到我們這個飯店附近的Saven 我就點那個地方請他送到Saven 我去Saven一手交錢一手交貨 就好了 對不對 其實很簡單 好那我們今天很感謝各位來跟我們觀看我們的影片 那也希望何博士的這個頻道能夠越來越 分享有關於日本的生活啦 這個社會啦 日語的這個訊息 跟大家來分享 那也非常呢 歡迎呢 各位呢把我這個何博士的頻道 分享出去 這個分享就是最好的贊助 OK 那我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這邊 拜拜 拜拜